但是同样作为周星驰电影里老人的罗家英 却对美人鱼的票房不感兴趣 更是表示自己雨昕也已经擦不出火花 今年已经70岁的罗家英 由于此前做了两次肝脏手术 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 身体状况不要照亮就好 好很多就好 如果照亮就很容易感冒 容易咳嗽 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我能睡 在什么地方都能睡 所以都比较好 尽管身在恒电对于日前美人鱼的火爆票房 罗家英也是有所耳闻的 我看他机器也想不到 也想不到 如果有20个音影很厉害了 心灵超过了 作为曾经的黄金搭档 罗家英因为接连和周星驰出演了国产007 大话戏友等电影被观众熟知 而对于那段拍摄不用剧本 随时即兴发挥的剧组经历 罗家英时隔20年也依然历历在目 他们这个半相啊 从那个他们的手续啊 我都从那边学了点东西的 还有这个唐僧的眉毛啊 我就按键他们那个这样画的 比较奇眉善目 很多人喜欢在镜头面前 做很多表情 夸张的表情 其实不用做太夸张的表情 最重要是节奏 不过众所周知 在周星驰后期的电影中 罗家英 吴孟达等御用配角 已经逐渐淡出大家的视线 周星驰与众配角感情不合的传言 也一度被万人评说 对此曾经因片酬一事 对周星驰表达过不满的罗家英 已经相当释然 因为跟他都合作了很多 也蛮经典的戏都要合作过 所以大家又想起周星驰 如果要拍戏了 最好就找吴孟达 罗家英一起合作 肯定插出火花 但是这个不一定的 一代新人换新人 因为大家合作已经归于平淡了 要找新人过来 不停地找火花 如果救人的火花 可能就插不出 插不出什么高度 不知道是不是喜剧演得太多 接受采访期间 罗家英也表示 以后尽量不再截演喜剧类的角色 因为我就 现在很难让我笑 平常看很多人 他们看电影 他们笑得哇 稀里哗啦的 他们很开心地笑 但是我感觉不到 可能是很好笑 但是我可能看的笑太多了 没有这种感觉 因此除去为人情接戏 现在的罗家英更喜欢和伴侣 王明泉都度假 除此之外 自己更愿意把精力放在乐剧行业 现在我的也不算演了太多 也算是半退休这种感觉吧 但是我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唱乐剧 我在香港还要把我唱乐剧的经验 交给年轻人 现在就是我要感觉要做的事 电影啊电视这个是七要了 新闻再现 综合八道 现在也是四月的身体 那么我要把你试一下 并没有提供